新闻首先带您来关心是农业的喜讯 大甲区农会近期和贸易商合作 首度将一起到作的大甲毫米 外销来到了澳洲的市场 将分3T次的货柜来运送 共有144顿重 农会表示大甲生产的稻米颗粒是饱满透亮 烹煮之后香气满满 长年以来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如今更一举斩脱到海外的市场 不仅帮农民来开创新商机 也为大甲优质的毫米立下新里程碑 工作人员驾驶机具 要将堆满战板的一包包大甲毫米送上货柜 大甲农会近期与贸易商合作 首度要将一起到作的大甲毫米 外销到澳洲市场 也象征在地优质到米卖入新的里程碑 我们配合厂商一起做出口米的业务 目前平均一个月是有将近两柜 就是有48吨的一个出口量 让我们多年来一直希望把白米做出口的这一块 终于跨出了一步 农会表示大甲生产的稻米颗粒饱满透亮 烹饪后香气满满 常年来深受消费者喜爱 而为了配合这一次运送到澳洲 在稻米的包装制程上还特别将水分做严格控管 避免在长途航运中产生质变 这对台湾我们自己的丢聋来说非常有帮助 让我们的米 目前我们知道台湾的米 我们的米食降低后 消费量比较低 那我们又帮我们的米找到一个出口 希望借由这个出口能够 多少能够带动我们的米的一个价格 能够多少把它带上来 农会也表示这次将分为3T次的货运运送 共有144吨的白米 要外销进澳洲市场 由于是首度尝试 因此销量不比国内多 而未来也会持续与贸易上来接洽 希望为在地农民开创新商机 介绍伯瀚台中草报道